哦 狼人 诶 狼人好呀 狼王踩狼王跳猎人不骗子他们 狼人请行动 我有一技啊 七二牌你给我个枪 咱俩狼王踩狼王然后跳猎人 跳猎人带猎人 行 你给我把枪 你先发现你就给我发叉叉 我先发现我给你发叉叉 跳枪咱们带枪 狼王叉叉狼王 有 在狼杀里最无解的就是所谓的自刀 空刀 其次就是狼踩狼 你路人局基本上无敌啊 基本上至少能骗一半人骗迷糊的 天亮了 开始竞选警长 七号玩家请发言 撕茶沙 哼 你会留我开一个九开一个六吧 双眼景下了 淹丝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看 撕那个头像比较特殊 这个也太鲜眼包了 于是我就把这个撕开了 结果这个茶沙还挺好的 那我感觉这个四好玩家 要么原理干嘛 要么他的队友来捞他 然后井上其他牌就听你站边就行了 右这位八九十在顶下 就开个中间的九呗 左这位我开一个六 开六的话 然后正好二号玩家就看你上票了 反正手之位发言嘛 没有什么抬头信息 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我 给我上票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一眼的二号牌 底牌是好人牌 摩二的心路历程就是 他是最后一个准备的 然后我井会流的话 先定义左之位井下的六号牌 第二井会流开三 第二井会流开三 第二井会流为什么开三 因为七号牌在高之位探跳 给井上的四号牌发沙沙 我去盘七这个位置是奔着后之位的 那个预言家搏杀的 那他给四丢杀 那四的身边三五里面要开七的匪配 所以第二井会流开三 然后又这位八九十三张井下的牌 我就看你们上票 因为七号牌的第一井会流是九号牌 我就去盘九十拉票的 可能在七的眼里九十张白牌 八十两张牌我就看上票 井上的牌不算是很多 七的这个动作我就盘 他是往井上搏杀预言家去的 所以我这个视野开的没啥问题 然后所有东西我都聊了 别的就没了我就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那如果带十一的话 那七号牌已经 看是不是得有才能聊 对吗 如果带七的话 那十一号牌去 哎呦我操 二百洗头子呗 清清后这位怎么干编吧 好吧 一般清别人发言 容易找大牌 别人找大牌的时候 不管是盗工还是窗工都能给他找到 错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感觉十二不太好啊 十二你听了七十一两个发言 你没有点评啊 你觉得哪个更像一点 或者你站谁的边 我觉得十一要更像一点吧 但是七号也可以 说实话两个那个什么 新路程都不认合我心意 七号你说说四号头像 觉得很鲜眼包什么的 十一的头像你为什么不摸呢 十一你说二是最后一个准备的 反正我是没看到 他是不是最后一个准备的 后面有人可以证实一下说 二是不是最后一个准备的 其实你十一 你全程没聊到这个四啊 你视角里好像没有七大牌 你连七号也没有 你视角里只有你自己 七号你这个景会流 好像压的是五六吧 你都咽到四叉叉了 你还压五六的景会流 我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是对景会流看的更看重一点 所以我现在觉得十一比七好 觉得十二不太好 他没有去点评 感觉像不敢占面一张牌 反正七十一避开一飞 十二也可能是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听一项好人牌啊 我听十二也不太好啊 十二号牌是一张不敢点评 不敢站边 想过试图盘双边 但是又盘不起来的一张牌 所以说我觉得十二是狼的话 这个七号牌这个位置 就有点玉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打这个边角位开狼 然后我觉得七十二 两个边角位都开狼的概率比较小 就两个人都有不太像的点啊 就是七号牌不像的点 就在于七号牌 就是有那个 薄杀冤家的嫌疑 但是七号牌的警会留六九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主要是他确实啊 但是那一点也不算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七号牌有点玉面吧 这十一号牌就像一号牌聊那样 全程不聊这个四号牌的 就连四号牌反向机都不敢认的嘛 然后你说你觉得 这七号牌在薄杀冤家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警会留 验个警上的呢 我就觉得这十一号牌 也没有那么好啊 而且你验二的情路 我忘记了 怎么能验二呢 我觉得一是好人啊 一号牌的心态和我差不多 四号玩家 请发言 四号底牌一杆枪 我是个枪牌 七给我发查查 还第一个发言 说实话 我第一时间是很兴奋的 知道吧 但是转眼意想 我这个兴奋感很快就消失下去了 觉醒狼枪的板子 外面全是猎人 全是那种带枪的 所以说 我还是好好表水 我也不是说我是强神 什么踢到钢板 我好好表水 不要最后落一个 到时候我吃毒这么一个下场 我先点点一下我对你们发过言的牌的定义 首先 十二号玩家发言 你那个逻辑就不对 他说七号玩家 他盘了个双边 如果其实遇什么 摆盘 井上 开多狼 什么的 这个逻辑不对 七号搏杀到远家 如果说七号给十一发查 他搏杀到了 你可以盘井上多狼 七号没搏杀到 井上井下多狼不知道 当然我这句话也不希望说得罪井下的牌 我也不是说一定井上少了 他没搏杀到这是好事 我是个猎人牌 十二的发言不对 且七十一什么也没啥点评 所以说十二发言是最不好的 一打了十二且认为十一偏像一点 一号玩家是前面发过言最好的 三一开口 我记得三一开口这才是好人了 因为十一给二金水 三一开口你像好人的话 那五你就进入表水位了知道吧 但是没想到三后面发言 觉得七偏像 之所以你觉得你开口像好人 是因为你也打了十二 因为十二是前面发言最烂的 一打了十二你也打了十二 但是你和一的站边不太一样 一觉得十一变像你觉得七变像 你没有点一前后面站七 我觉得我只能说收回开始 觉得你挺好的那个好人目标 那听听后面发言 我是个猎人牌啊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就看有没有对跳了呗 有对跳就出这四 就是这个猎人我不怎么信 因为十一聊的些东西很奇怪 好吧也不是说很奇怪 他就聊的都是他觉得有的东西 他就根据这个七的警惠牛 打了一些警惠牛 反正怎么说十一警惠牛 就给我感觉挺怪 十二是不是忙我不知道好吧 一号排聊的还行 三号排我不知道他聊的是啥 他也没聊出站边 我觉得请这位没必要多聊 你试扔个枪看看外这位 外这位有没有枪呗 有枪就出你试 你试去带 没枪就直接把七出了就完了 开始警长投票 请发表遗言 这怎么一直都是有人黑麦呢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九十九七点票呢 九十里边有一个对跳枪了呢 七十一两张牌都发表 人家的牌我都听不出来干边 不知道警长该站边谁 因为我是七十一发表之后 我是第一个发言 你先我得就是有一条路吧 前几位三四个人牌 连张路都不给我 对嘛我都不知道怎么铺路 那一二排那个位置 哎呀我都不能够 全打背了 他这么多我们不可能啊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你发言有什么可篡改的 你警长说听不出来不站边 你警下我也没听到你说站边谁 我还是觉得十一更像一点 因为确实我那个警会流可能听错了 可能七号流的是六九的警会流 嗯那这个警会流还是可以接受一点 但是我听了四发言 我觉得四发言挺好的 而且他也认我是好人 三号也觉得我是好人 三号虽然过站边不同 三号你警长觉得七号更像 但是我听感觉你是个好人心态 所以说一定站死边什么的 我也不能保证 我还得听一下这个七十一的更新发言 看有没有对跳枪的嘛 没对跳枪的直接把七号漏了 有对跳枪的 那后跳先出那个后跳的枪嘛 这是一个什么狼人杀默认的什么规矩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谁定的 这个十二我感觉还是非啊 二号玩家请发言 你不至于这个十一的发言剩下 总给我收他薪水 这个九十是给七张票的 总为九十有个那个四对跳枪的呀 九十摸住一条枪你是姓九还是姓四呢 总的我不是枪 那我就给这个十一点一票 那万一九十是觉醒狼王呢 带你一 对吧就带一个咋办呢 一号牌 这十二不用管这十二应该是个狼 啥逻辑不凡 不是不想弄四角的狼吗 九十跳枪出九还是出四 九十跳枪出四吧 让这个四带带谁啊 带这个七呗 总归先走四 今天先走四呗 不用盘啥逻辑啊 七点票的你还让我十二这个顺序发言 不是找死吗 找抽 有 3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这个十一号牌他没选择 才顺序发言的 不是他故意顺序发言的 你这一点就说不了十一 不是那么个冤家 然后七十一的话 因为我觉得七号牌的预灭在于 这个十二号牌真的很像狼 我觉得七十二两张牌都是狼人牌 这个格局点啥 知道吧 我就是就是喜欢打位置学 对吧 那你看六号牌是倒在夜里的 一七十二避开狼 然后我觉得一号牌是好人的话 这个七十二肯定开狼 但是我觉得这一轮十二号牌的发言也不过关 十二号牌你为什么打我 三二牌和一号牌都是在攻击你十二的 但你十二却不敢打一号牌 你是断定一号牌有什么底牌吗 还有我三四两两牌都认一号牌是好人牌 所以说你十二号牌 你根本就动不了 你知道吧 就你的事业里一号牌就是卖白的好人牌 所以说我觉得你十二牌就是个定浪牌 但是这个十二号牌 它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好人牌 所以说怎么就不要误杀别人 我觉得可以投这个七 但是也无所谓 如果九十真的对跳的话 你二号牌你也不能归四 我听四是好人牌 是那么一敢练人牌 所以说可以去投七号牌了好吧 我是好人牌 我听警察五号牌不像好人 天敢 狼坑其实是比较好找的 我上轮发言 在我发言之后我发言就标个狼标 九十这个票型来说要跟我对跳枪了 那问题来了 九十狼人牌其中一张狼人牌对跳枪 另一张牌 你不跳枪这一票是怎么点在七上的 也就是说九十短短的这个票型 你两个人要跟我对跳枪呗 你这个票型来说是不是反映了七的团队率有问题 十二这个发言依然是非常烂 你像三号说的 看你是好人可能性也就百分之一 三这轮发言没啥问题 且五是狼 我给五标狼了 从坑位级发言来说三也不太是 二发言我只能说希望你听听三的发言 十一号没有选择发言顺序 它是系统把它选的 你不要说十一凭什么顺序发言 它没发言它没选发言顺序 那十一号你就好好对话你的金水 好好就是标标水怎么没选发言顺序 好好聊聊天 归个票知道吧 对吧 九十听发言看是一个狼还是两个狼 左边五标狼十二标狼 就这几个狼就看轮次够不够的问题 我过了哈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会溜开个三开个八怎么样 出的话肯定是出四的 好吧先走茶沙嘛 四给我跳个枪 然后十一起来跟我弹跳 最坏的情况就是说他们两个都在枪 而且这种概率可能比较大 真是枪呢 那也是躲不过的 那就接受吧 我先走茶沙嘛 然后晚上的话女巫把这个十一读了 然后明天起来为什么说要验三呢 因为那个二号玩家的话 他起码说是出四的 那一号玩家的话 他这个逻辑也是跟二号玩家差不多的 那个三号玩家 他听四的发言 那像个猎人 比如说要直接出我七了 好吧那你这个的话 所以说肯定是要先去验你三 定一下容错的 现在如果说你要开朗的话 找冲锋的就在八里 还没听到人家发言吗 所以等会儿就听一下八号玩家发言就行了 十二的话 那你说那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扛腿位嘛 十二就没必要经验了 好吗 然后其他的话就没了 就初四读十一 这个格局 然后明天起来我去三八里面验 八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牌的话 这轮是没有选择发言顺序的二号牌 我是猎人牌 但是我觉得司机可能是狼彩狼 有 我是枪牌 但是我顶给十一号牌了 为啥吧 我觉得七号牌啊 这么大老人家去给司甩一张杀 然后四号牌这么巧就跳一张枪牌 那可能是狼枪牌啊 四号牌的时候肯定有一张枪的 你初四他肯定能开枪的 那张七号牌初四读十一 你要女巫去协助谁读 对吧 你也没说呀 对吧 我觉得七号牌你有点走远了 四七 都像了 因为我想站十一的边 我是张枪牌 我这把初四肯定会出四的 下来明天再说 我站十一边 我不想站你七 九号玩家请发言 你八号牌是个枪 你那么急着站十一边干什么 你就看把这个四给出了 他到底是带这个七 还是带这个十一不就是了 在你眼里他们俩是两狼的话 他这个四如果能把七带走 那里两狼没了 你肯定很开心 他要是四把这个十一带走 那么代表他四一定是狼七 晚上是一定是独子牌 是不是 巴这一跳个枪我暂且是认的 因为他这个位置是给十一上的票 而不是给七上票 我为什么晚上去给七上票 是因为我觉得四的发言 他们三四都能把一给保下 但是一在我井上 我听他发言一定是很离谱的 他一在我这里能成立位的好人面 一定是三四去卖白 他是个好人 他一是什么发言 他一说十二站不对边 没有明确说站在谁的边 但是他一也没有明确说站在谁的边 最后勉勉强强说站十一的边 是因为七号牌的警惠刘 且他警惠刘还听错了 警惠刘七号牌明明说的是九六 他听成了五六 所以他站十一的边 他还打什么 他说七十一两个都不满意 是因为他们验人的心路历程 第一次见打预言家是打心路历程的 你可以打他的警惠刘 可以打他的逻辑 但是你为什么打他心路历程呀 他一号牌一定是炸的呀 一号牌他的发言 凭什么让你们三四保围好人啊 今天一定下这个四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接受八号穿我衣服 四十里面出 三号牌我出五六 八号不是枪 你打来的事要打我 跟我对上枪 四面跳九十的也没必要出我事 你们跟着七 跟着十一出七就出七就行了 紧上就是你哪怕是你不跳枪 我一定是在那边七的 十一太炸了 炸的点很简单 个人有个人分法 口头上心理学 如果是假验人 他会在验人的时候就是在发言的时候 他一定是二号精髓 这个话至少重复了 在我重复了三片 这是加强自己 我给予发那个薪水 我看跳了 我给予发的薪水别报错了 这是潜意识 我出局了我开枪一定带势 我告诉大家 我一定带势 我不是没有票 没有枪 没有子弹 但是如果有子弹 其实我也算过票了 他也最多带到七 没问题 十一照样晚上赤足 如果十一说下七 你好人票点到四就可以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十号牌今天的发言相当于了暴 我去对话二号牌 这个发言顺序是因为六号牌 黑麦了 我签出去回来之后 这个发言顺序就自动成这个发言了 然后七号牌的爆点在于 他那个位置一定验不到三 因为三号牌井上的发言是 我听十二是个定匪 但是我是打位置学的 七十二做不了两郎 他话里话外是要占你七的边的 所以七那个视野就一定验不到三 他是一定要进二的视野的 因为我十一是给二发的金水 然后一号牌 你说我十一号牌不像的点是 井上完全没有去聊七号牌 为什么给四号牌发一张茶沙 我基本上全都在聊七号牌 为什么井上给四号牌发一张茶沙 我之所以对话你一号牌 我是因为我觉得你身上好人牌 我为什么第二警惠流能压到三头上 因为我觉得七号牌井上在往后这位 博杀预言家 所以三五里面一定开七的匪配 所以我第二警惠流验三 为什么没有人听发言呢 十号牌的发言为什么聊暴 他告诉你今天的轮次一定定在四十里面 如果我十出局 他的视野里一定带不到四 而是带我十一 因为他觉得我十一号牌是张定狼 我十一号牌一直在重复二斤水二斤水 所以我十一号牌的爆点太多了 十的视野里我是定狼 他的视野里四是个狼枪 他带四是一定把他心目中的预言家七号牌带走 所以他就一定是带十一把四吃毒 所以十号牌的发言等于聊暴 我今天订票一定是初七 八号牌我信你是赶枪 但你要有思考量 四七是不是各有一把枪 十号牌怎么办 你排十号牌这个位置给你对钢枪 他手里有没有枪 别的就没了 我是一定要验三的 因为三是不管井上井下都不想站我边的 我初七啊 开始放逐投票 我不能投十 因为我说了 我必须听谁归票 他归期我投十我向他们认了 我只能投七啊 七出去我也只能投七 呦 谁投七投不动 那我十号牌不好意思啊 十号牌 狼人想行 去吧 为你的皇帝冲锋 他能反应过来吗 他能带七吗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八十对跳枪 八十对跳枪 带八没毛病吧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请发表遗言 我今次把十带了 万一赌一手十不开枪 他想反向分枪 十不开枪就能正式 那十有枪呢 没办法 十带了八 那八是什么意思啊 好人捣乱的 那八只能是好人了 知道了 那没办法 请发表遗言 带八就是皇子里面的狼队 谈我是狼枪 我是狼枪 那是就得是猎人 我是个狼枪 我跳出来 我为什么要带一个猎人来 那好人再多一个人一次来 第二为什么带八 我真不接受在那个人次 是跳了 你八上来了十一年 你还在穿衣服 你没有任何一个好人 能穿我的衣服 前击赞变的是十一 十一你女巫 就晚上直接一读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我带十一的原因是因为 我带十一 如果十一没开枪啊 可能需要吃毒 你吸自己可怜啊 他打我是狼枪 他甚至都害怕吃吃毒 我操他真的我哭死啊 天黑请闭眼 咱看谁死啊 咱看白天谁死啊 有没有可能女巫毒十一啊 会不会毒十二啊我操 天亮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个位置是给三金水的盘 那昨天我说了他八 这不查杀吗 认为他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瞬间逆杀呀 十一那个位置 其实十一你昨天发言也很怪 你说四七都带一杆枪 但是我要出七 其实无所谓 如果你认为四七都带一杆枪 其实出谁都能震那个视角不是吗 这个八跳了枪 八还开不出枪 那八开不出枪 八只能是个狼呀 你不能盘出来一个好人他站起来说 跳穿一杆枪说我要占这个十一啊 八是狼七就是玉 那你就盘八是狼嘛 那八是那个小狼他能占这个十一 那我认为十一可能大哥里也是那个狼呀 对对对 且十一今天有可能还被发枪了 对对对有可能啊 十一被发枪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验了三三金水 行了吗 昨天守卫牛逼啊 守卫给守中了 因为我讲过了嘛 对吧 昨天十一号玩家他还去拿那点打我 三号玩家他侧面说要去占我七 我七还要去占三 但问题又来了 那三号玩家他后面可是说了 他说他信这张四只枪牌 所以说要唾七 他这个人也可是明着说了 那你十一号玩家不是断章取义 拿三前面的发言来去攻击我七号玩家吗 那试问那七十是一对的 那四是个真枪 他去带了这个十号玩家 那十为什么不带十一吗 那就是说这个十他就是一张真枪牌 等于说现在已经两郎出局了 那今天只能说把这十一出了 没办法 这走在枪里没有子弹吧 晚上以后的话 一十二里面再开一张 这个人字就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我去一十二里面验 我去验张一号玩家吧 二的话 他的这个行为起码还算是正常的 起码昨天还给我保留了点玉面 说要去归票出四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三号玩家请发言 你站十一号牌撩爆了 你盘四七两个狼 你为什么不出四 因为四七两个狼的话 十号牌有没有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总不能是四十两个狼在这里跳吧 对吧 十一号牌 你为什么不归这样四号牌 十二牌都明确对话你十一号牌了 如果你不归四号牌的话 就归这个七号牌的话 我们全场好人投这个四号牌啊 我觉得可以下十一啊 十一啊 十一号牌首先你又撩爆这个点 你又撩爆一个点 我操 十一又撩爆又分枪 为什么会认为四号牌会带你十一号牌呢 还有八号牌我听着像狼 八号牌不聊为什么自欺是狼彩啊 二号玩家请发言 发言 十一的发言顺序不是给你三扣杀吗 顺经历杀量都是四 哎 有人点到了 有人点到了 顺其发言 精准还是明白是吧 那十一的视角三 所以说一会儿十一注定还得撩爆 十一 三七十 那最后一人就产在八十二人 我听一好人 九好人 这我不用管嘛 倒到绑架了 这个十二是公共匪坑的 以外这位再归 只能归这个十二 要么归十二 要么七十一归啊 一号玩家请发言 那只能投十一了呀 那可能是我站错边了 我昨天你三号不是问我为什么投七吗 七号昨天说要验三 你三号是锦上就说和我观点不同 你说我虽然觉得一是好 但是我觉得七号更像 那七还能验到三 那我肯定是必然点上一票 但是四号如果是个真枪 他就不可能去带十 他明知道十号是个狼枪 他还去带十干嘛 十号才是一个正常猎人的那个思考量 你们站对边了 那就得出十一啊 你外出也不知道谁是谁 那十二确实轮轮 发言跟个滑水一样的 也没发言 我就说建议女巫把它读了 那七十一必出一狼 只能说七十一个面具下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点十一 十一号还把七带了 你晚上到一个 跟我事儿肯退一下 那绝乌随便拉个人把一一读 不就OK了 不结束了吗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三十个金水 我不给你们盘逻辑了 因为跟你们盘逻辑 你们压根就听不懂 你们说四十个狼枪 七给四发的茶沙 四号牌为什么一枪把十给崩了 他为什么不带七 在他眼里七就一定是预言家 开不住枪 三号牌说我十一号牌 聊暴的点是因为 我为什么会觉得四号牌 还能带我十一 因为我当时在盘四七狼茶沙狼 因为八在我前面跳了赶枪 且是给我上票的 快出去吧 三号牌 多少爆点啊 九号牌昨天打了三四 打三四的点是因什么 赶宝井上一的发言 然后今天一二三三张是张好人牌 九号牌拿头做好人牌 嗯对 他底牌不是赶枪 他凭什么赶给七点票 对 七九十二是三张 十号牌是个狼枪 四是个真枪 为什么带八 因为八在他眼里是张白牌 他为什么不敢带我十一 因为带完我十一 他的七号牌狼队友一定吃毒 这个逻辑听不懂吗 还盘十四个真枪 十四个真枪就不可能在七的边 逻辑你们根本一点就听不懂 开始放逐投票 警惠流也不打 你真有枪呀 好家伙 请发表遗言 我 有没有开枪 明天起身 我这位牌又要去牌了 那十一是个大狼 两天分了两把枪 所以十一没开枪 对对对 我提前先把你们狼人牌的路给堵死 七九十十二一张跑不掉 天黑请闭眼 凯行二三个我怎么没说 特强啊 不太小 没人说的 七十二的格局七十二选不掉 天亮了 卧槽 五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卧槽睡醒了 啥情况啊 我直接过来啊 谁要举办我挂机啊 好人牌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卉文他不会给我分枪 白想死 书里就这样 不让他分枪他不分 成业一致 请发表遗言 人赢的局知道吧 跑不掉人赢的局 但是没分枪 输了 大家就输了 天黑请闭眼 一号牌致命一刀 三选一啊 看能不能刀赢啊 大家觉得刀谁 我想刀二呢 兄弟们 我感觉刀二有惊喜呢 兄弟们 我感觉刀二有惊喜 天亮了 有 有没有惊喜 确实刀的二 有没有惊喜 有惊喜 有惊喜啊 很强 二守卫 三五俩平民 差了 这九十两个神职牌 傻逼牌 人都在不追 差了 这个网易能不能 这个付费弹幕 能不能关掉呀 不对是 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我玩这个游戏 我第一把拿狼 我就说狼采狼 狼杀最无解的几个操作 一个是自刀 一个是空刀 排在第三位的 就是狼采狼 几乎无敌啊 兄弟们几乎无敌 你们看这把 任何况觉醒狼王的板子 狼王采狼王 他们不得骗傻了他们 你看吧 啥没啥 咱不说十一聊不聊爆 他们那逻辑思考 让十一都带枪都盘出来了 八号玩家就比较强了 八号玩家咱不知道啊 他不是猎人的前提下 竟然盼狼采狼 那八得是狼吧 那十一号盘的没问题 八是狼 八投机七十月 呵呵呵呵 糟了 十一狼面更大了 四七狼采狼 把四放逐了 我肯定出十呀 那十号玩家 一看两人对掉枪 那带走了另一张枪 没毛病呀 然后十一放逐了 女巫把狼枪给毒了 然后呢十二号自爆了 我操十二号说没得打 没得打 你看一号能不能打 看守卫守的谁 操了 守卫自首的 你想赢 必须要守卫前一天自首 前你能刀到二 九号玩家觉醒女巫 第一天没救 第二天三饮水 第三天让三协助毒气 三号玩家同意了 狼枪吃毒了 十二自爆了 这种情况下 守卫自首的 一刀二结束了 你看狼这个刀法 第一天开枪 我出去带了个枪 十一被放逐了 一刀觉醒女巫 一刀守卫 对 对